作词 李宗盛 我怕坠落心眼中 远方闪耀最初的光 照亮星逃离的方向 再不会被世界遗忘 给我力量 未向第一名前 那一丝失望 有梦想也有心动 你在学爱的光 我幻想你就会远远 世界的方向 不忘最初的太阳 就是最坚定的信仰 遮住双眼也能 看到那高光 唯有翅膀张开 想也能飞 也许会飞得很 拥有不复杂的力量 闻中一点不好吧 哪儿都闻中啊 他们来了吗 好像就是 清明你是立香师的爸爸 你好 是不是好 立香师啊 两个孩子 来来来来 就是他 快 他们好像 不喜欢不守时的孩子 没有没有 我们很喜欢这孩子 这孩子很好 不是一看 就没有见识的样子 叔叔 叔叔 你要是觉得我们现在 就不是很大的话 那我们先撤了 好 你别听孩子互说 撤什么撤我当家 不撤不撤 他互说的 发 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没事孩子 什么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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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可是 觉得我的气质啊 配不上 怎么奇奇怪怪的呀 姑娘 您也听我给你揭持一下啊 您美赖直欠 我们斧子俩呢 撂 撂条 也不认识您爸爸 我们耍了些 美头美脑的话 不太友好的话 小时爸爸 我想你乘着捣钱 好吧 好 这怎么可以呢 我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你不介意了吧 不介意 不介意 那咱们坐坐坐下说的 来 咱坐坐坐 好吧 那咱们坐坐 你喝水吧 给叔倒水 你坐下 没事 你 我这 我这会儿 孩子 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您说 这村子里是院子 他们要是租给你的话 我就给你出这手去 但是人家要是不租 我硬逼着这么做 也不好是不是 对对对 那您帮我跟他们解释解释 您看我这事要是做成了 咱村里不是也也更好吗 那我也不能乱说话呀 作为基层干部 说话得负责任呢 那这样行不行 对村民的开导工作 这方面您有经验 您帮我出出主意 这样怎么行了吧 你这样吧 孩子 我建议你啊 还是跟这些农户 好好谈谈 只要他们答应了 我这没问题 您这不跟没说一样 就是又让我回去了吗 你看 那我肯定得站在群众这面 对不对呀 你这样 孩子 你再好好想想 我还有个事 我先出去了 门口那摩托车是你的 一坨废铁 我现在就可以拉着 我爸把他骑走了 我不是那意思 你乖滑稽的 我是觉得那摩托车挺酷的 我喜欢 你喜欢什么 那那太没问题了 有时间 那滑上哥带你弯弯 真的 肯定的 爸 那男孩女孩约会 是不是都要单独做做的呀 小时 你要干什么 不 我记得这个要求还可以正常 你想入贺这个单独 这样 你们俩呢 在这儿坐着 我想让那个 沈 沈欢歌 带我骑摩托车多多风 你们开心吧 你这孩子就贪玩 不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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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叔叔非常支持你 你 你欢歌 你带小时好好拉拉风 来来给你学生 快 住眼圈就行啊 快去 好 住眼圈 很舒服啊 那儿 很刺激啊 好好 快去吧 行 你们先坐着 好好好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好好 盛楼哥 我们家那位已经把酒戒了 喝不喝的 这是大哥一点心意 心意我们领了 这酒就不要了 啥意思 看来你们 是都不想租房子给笑语 让她做琉璃了是吧 我们就想赚个踏实钱 我都穿楼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知道啊 大哥 你这威胁就不好了吧 挺性格 还在地区里干活呢 我就不多留你了 行行行 好好好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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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 哎呀 是 我骗我爸是我不对 那我哪能知道 他还能往外说呢 我说哪有亲爹 给自己亲闺女造谣的 我 哎呀 比我回去找主任在商量上了 看看怎么处理吧 嗯 笑语啊 你跟杜叔叔的关系 还是要处理好 如果他一直是这样 不支持你 你的工作是做不起来的 我爸这人啊 软硬不尽 我只能慢慢开导他了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杜笑语那个新老公 对吧 你这块怎么聊的 合着他还有个旧的 你说话还挺逗啊 哪有啊 我不就是新听说的吗 他那么大了 一直也没个嫁人的动静 突然出来个老公 动静还挺大的 可喜可贺呀 同行同行 你不是和那岳父一样 来威胁我们的吧 他来过了 对啊 哎呦 他可能也是着急 您甭怪他啊 这笑语这事啊 离开你们 还真进行不下去 笑语都跟你说了吧 我们真忙不了 这事我听说了 你们是怕这院子荒废了 怕背黑锅 是什么 就是就是啊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 如果有人愿意 给他担保好 您干吗 那我开车呢啊 你每天都这么长吗 这就是个代步工具 你别跟我说话了 别想我开车了 你能说的样子还挺帅的吧 好好好 好好好 你别看我啊你 你看看外面的公警啊 阿姨 我我我刚才跟你说那个 您都听明白了吧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 明天我就拿一份担保协议来 如果杜笑语在租赁这个院子期间 出现任何问题 尤其是把这院子给荒废了 我愿意五倍赔偿 你真这么有信心 当然了 那谢谢您阿姨 明天见 好 好 我正好给你打过去了 很好很好很好 她很喜欢李小时这个姑娘 那个好好好 行 这个行事成了以后 我一定种谢谢 好您放心 谢谢 什么就成了呀 吃饭吃饭 爸妈啊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二楼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二楼 那丫头不是我的菜 你的菜 你这菜 光吃你的菜我怕你骗上市 那你也不能随便捡个东西 扔到筐里头就是菜呀 不行 我急 我们着急抱孙子 行 我知道你们着急抱孙子 但是感情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得遇到合适的呀 你说这个合适这是 朱小雨吧 听小时说 她男朋友长得特别特别帅 帅我都没看出来 我就觉得脸有点长 大长脸嘛 怎么不帅了 比你帅多了 帅帅帅帅帅 你说帅就帅 那怎么叫我说呢 你要在你心里啊 承认那个帅 这这这我觉得还是很有难度的 妈 你看我爸 就这么明目张短地反对我 管不管 管不管 你 你怎么回事啊 再不帅啊 还能逼你刻着呢 那本来嘛 我觉得那小的和你一样 一点都不成熟 那满脑子就值得玩 那多好啊 正好你闺女啊 有伙伴了 不是 伙伴啊 你爸我那么大的企业 留给你们玩的 谁稀罕呢 我觉得可是沈欢歌 也不大感冒 我就是喜欢她不感冒 不庸俗 我倒希望她庸俗点 爸 你看啊 您还这么的年轻帅气 干吗老是指望我们呢 那我们这一代 生来不就是为了享受 你们上一代奋斗成果的吗 是吧 爸 对呀 我这心脏 爸 你们是没看到啊 今天坐在她车上的后面 那个 看着没有 看着没有 这就是你生的女儿 我怎么觉得傻乎乎 那也是你提供的材料 生出来的呀 对呀 是你生的 我的错 我的错 来了 来了 孩子们 你们都吃好 喝好啊 尝尝 你们瞧这是手艺 太优秀了 奶奶 回头等这民宿建起来 必须请您过来当 美食鉴赏家 好 那咱说定了 赵宇好好陪 走开 我走了 我走了 走走走走 坐坐坐 这个不得不说 许晗这 这次确实 很机智 你点赞 我也给你点赞啊 这事办得确实是漂亮 偷鸡取笑 太谦虚了 来 敬许校长一杯 来来来来 谢谢 来来来来 来 开动吧 尝尝尝尝 笑语啊 你说 那家农民会不会反应过来呢 反应过来什么 我被赔偿啊 你看啊 合同里都写着呢 许晗又拿出来跟人单说 人家回头反应过来 觉得许晗忽悠人家不好吧 怎么会 他们之前就没看过合同 所以呢 不相信我 但是许晗啊 等于说是把合同里的 一些细节啊重点啊 单拎出来给人说明白了 他们心里就有底了 我一直啊 以为许晗这人 爱耍点小聪明 但是这一次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办得特别靠谱 来 我敬你 这以后得批评你了 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句话 你又来瞎说 那全村人都等着喝些酒 你这么好的话呀 你听许晗说的 我听他们说说您 那个怕许晗担保了 回头她再跑了是吗 这个我倒没说 不过你这么一说 还真提醒我了 可不是我提醒您的 是您跟别人说的 您自己忘了 也许是吧 这担保还真没啥用啊 有用 有用 要不然这样 回头啊 您让许晗在我这儿 放上五百万的保证金 她要是万一跑了呢 这钱就归您了 好不好 那你就不跑了 我当然不跑了 你们都是一伙的 互相担保来担保去的 骗鬼呢 您又不说呀 我还真没想这么多 这下我全清楚了 不行 老苏 这回算是把笑语的根基 彻底打断了 没了这琉璃工坊 我看她怎么在这儿待 用不了多久啊 她就得跟我回北京 不是这怎么还要是押金了呢 对呀 这什么对呀 这合同里本身就具有法律效应 用不着 这个说她有就有 说她没有 她就是一张纸 还是真金白银的 最实在了 不是 咱之前可是说得好好的呀 既然笑语真心做事情 就不怕这个对吧 是 我是不怕 但我一时半会儿 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好家伙 您这几百万哪 那搁谁谁谁谁谁哪得了啊 不是押在我这儿 押在村里就行 那么多钱放在我这儿 我 我也怪心张的 那村部也没那么大保险柜啊 不是 谁给您出这主意啊 就一个长得瘦瘦的 戴个眼镜 穿一身西装 对 梳膊挖开 对对对 姐 那这人你应该认识啊 我说 谁让你去找人家去的 你去就去了呗 你说你多了一嘴干什么呢 笑语啊 是这样 我呢 是怕她反应过来 我想说 我再去做个担保 让她把钱押在我这儿 回头我把钱给你 你做流动资金 谁撑想 她要把钱押在村委会上 您这胃口够大的呀 五百万做流动资金 你是当人家傻 还是当我们傻呀 你看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 我怎么觉得你是无意的呢 许晗 你干什么 声哥他也是为了我好 笑语啊 你也别怪许晗 我知道他也是为你这事着急 甭跟你装孙子了行不行 你不就是想把笑语 谁给逼回北京去吗 我什么时候想把他逼回北京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猜忌别人了 声哥就算想把我逼回北京 也是因为他觉得 我在这里太辛苦了 他觉得我在这里太辛苦了 你这是一个念头 吗 这都是一个称赛的 我能不能够下来 我能够下菩营吧 我能够下来 如果过来 你会像自我怜上 我的争抗 我去考上了 我 这 不可能吧 我明白怎么回事的 他是因为没拿到钱吧 这个是给学校搞关系的啊 但是我那天答应他了 但是我那天答应他了 事成之后给他百分之二十啊 咋的一点可能没有嘛 有点有什么 确实不是这个事 你想想 就凭我跟许晗的关系 就这个事但凡有那么丢丢希望 他也绝对不会拒绝的 你能明白吗 咱家那废物 玩去了吧 就知道吧 那个 我呀 明天厂子里边出产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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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了 别别别 吃完饭再走吧 搞什么准备呢 我就不吃饭了 我又不是卖人 没事 我再来 我先走了 不是 不是啦 可能没有嘛 之前 说话不太委婉 而且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你 应该能理解吧 我能做些说话吗 我能做些说话吗 其实 我也觉得秦升哥这么做有点 但我愿意相信 他是为我着急 有点急糊涂了吧 小羽 到这个时候了 咱们就不讨论谁是谁非的事了 你有没有想过 拓展一下思路 这个村子没有人愿意租给你院子 你可以考虑别的村子 别的心 我不是没想过 但我不甘心 那你总不能局限在这儿吧 以你的能力我相信 将来一定会扩张 一定会走到外面去 但与其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从外面开始 不行 我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为什么 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搞不定 你怎么去外面闯荡呀 在这儿短时间 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可是我不从这里开始 我总觉得是违背了自己的初心 或许这就是乡愁啊 也是 你这个家乡确实挺让人愁的 你想啊 如果我绕开困难 是 这也是一种选择 但它不是我杜笑语的选择 我觉得如果做成事情 要有三点 第一 要有兴趣 第二 要有热情 第三 要有耐力 现在老天爷 可能就是在考验我的耐力吧 你说得都对 摆在眼前也是没有人 愿意租给你院子 你总不能死等吧 你爸爸那边也说不过去啊 是 大家不愿意租院子给我 我觉得 那 还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 这也不能怪他们 是我自己的问题 公司还没有注册下来 就到处去找人谈 怪不得别人不相信 有了公司就行了吗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比较容易相信那种 有名头 有单位 有公章的东西 不管怎么说 再难也得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除了连自己的家乡都容不下我 那我就真的只能离开了 还没到那步 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 我陪着你 我陪着你 这儿连来求你来了 笑语你知道 除了你奶奶 爸爸向谁低过头 那我现在已经把姿态摆得很低很低了 你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 对啊 好 那你就别再管我了 笑语 笑语 你干啥去你啊 爸 你干啥去啊 我求你了 笑语 你到底干啥去 妈呀 笑语干啥去了 去办执照了 这孩子 这 这怎么回事呢 你别打电话了 你想他能接你电话吗 肯定不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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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江啊 你听话 坐吧 不是 不是 你再帮帮我嘛 不是 今天这个事啊 我已经跟你爸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真的是无脑为力了 哥 你就让我再见到去吧 我剩下我自己来 行不行 不是 这个事啊 你也别为难我 哥 哥 你就帮帮我嘛 哥 你去去去去 哎呀 长得挺帅的 怎么跟那小姑娘似的呢 你去 我去 我去 这么难以靠啊 那也不吃得这么惨啊 不是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了 干活 你跑这儿呢 干什么活呢你啊 你管我呢 你来干嘛来呢 那个 江江同学 就是对自己考不上北电 然后当不上明星 就还不甘心 我 我就是想跟许校长 再研究一下 不是 你没跟他说明白啊 我说明白了 就是他想单独跟你沟通一下 你们聊 有什么事你们聊 我先走了 哥 我一会儿送一回去 不用不用不用 跑跑更健康 我跑两会儿去 好的 来 各面星期 学校长 我表哥是怕他在这儿不方便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替我爸 给您道个歉 替我爸道哪难的歉 上次不是给您揉了一百万吗 那是给学校的 答应您的那百分之二十 我得先给您 要不您心里能有点吗 哥 你才多大呀 您下市里头装的都什么都没呀 社会 我懂 我懂 你懂个忙线呢 根本不是钱的事 二十万不少了吧 要是不够 您说个数 明天到晚 那你学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或者您需要什么您跟我说 我什么都不需要 反正我就认准您了 你不理我 我就跟着你 你什么时候答应我怎么算 你要有那精力 我都跟你说了 你踏踏实力去学门手艺你行不行 我翻 我翻 翻 翻 别跟我来那套 我就问你 你走不走 不走你站着着 你让人看着 不知道谁是谁女婿呢 谁女婿啊 你跟你有有有 是什么都不关系 行 徐安兄弟 这干嘛呢 你没回北京啊 我这边还有点事没处理完 笑语呢 出去了 行 那我看看奶奶去 出去了 我进里边等着 来 你跟我说句实话 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想考一下 哥 徐校长 北电 我是一定要上的 刚才那个人看见没有 他能帮你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您骗我干嘛呀 我骗你干嘛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好几个学生 都是他帮你找的关系 人在北京也是这样子 平时你想 约你约不出来 那今儿也敢瞧啊 你怎么碰事呢 我怎么觉得这 我就问你想不想考 想啊 好 我帮你了 秦桐 秦桐 请留步 怎么了 跟你说点事啊 怎么了 还没没孩子了吗 想考一笑 你跟我说这干嘛呀 他想拖我找人找关系 那你就帮不着你孩子 他不是那块料 我拒绝他了 他是沈桓哥的表弟 沈桓哥跟他讲 杜笑语的话 在我这儿相当地有分量 所以我拒绝他了 他就跑到这儿来 骚扰杜笑语了 您办什么用 不是 那你跟我说这个 有什么用啊 杜笑语现在被他爸搞得 焦头乱额的 再来这么一出 你说他烦不烦 我已经拒绝这孩子了 我是没有什么作用了 您有啊 是 是 好 江江 来 你来 来 快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秦总 您 您好 秦总 在北京那儿鼎鼎大名啊 平时想阅读都阅不来 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日历晚急的 手去一车 不是 不跟你说这行了 你是不是想搞一校 现在你认识了秦总 别说搞一校了 你就想当个校长都可以 我不当校长啊 我就想当明星 演戏 你看这孩子 粪土当年万户猴啊 有包袱 这样我跟你说啊 赶紧找一个风景秀印 《非诚勿扰》的地方 跟秦总 现在得交歌了 嗯 那个声歌就记得了一点 好吗 行 咱聊聊吧 你看 二位请用茶 好 谢谢 丁哥 您刚刚笑语很熟 说实话 不熟 主要是我表哥老念头的 秦总 您真的能够办每天吗 这事啊 有点难 你看学校长那边挺难办的都 哥 我跟您说实话 我呀 不差钱 一百万两百万 您随便开价 这不是钱的问题 关键啊 得看你适不适合干这孩 我可太适合了 您看看 长相 帅气 性格阳光 活泼大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我的自备稿件啊 普希之 假如生活欺骗 假如生活欺骗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 需要静静 快乐的日子 即将来一年 哥 怎么样啊 人才啊 它分两种 一种呢 属于学院的 一种啊 属于社会学院的 你呢 很明显啊 偏向于后者 您太疼我了 就我这样呢 还能算个人才啊 你是个天才啊 我 我是天才 你都是天才 那边把飞雪狗爱的这孩 我主要是不想归法的 我要是回国 我也不能不上学 是不是 我就想啊 你说我长得这么帅气 脑子又很灵活 去学个表演 以后为咱们的 国家艺术行业 做做贡献 也挺好呢 可是你考不上啊 我为什么考不上 就你刚刚那段朗诵 你连一试都过不了 更别提一考了 就算你考上了 演员这碗饭你也吃不了 在学校除了学演系 你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们老师常说我们 四体不勤 五骨不分 肩不能淡 手不能提 扔到社会上 就是帮废物啊 不是怎么还骂人呢 哪儿来的老师啊 胡说八道 艺术学院的老师啊 我还就告诉你们 我老师就觉得 我朗诵得特别好 他当然要夸你好了 要不然怎么说你科室非啊 你是艺术学院是吧 你们老师教得好 那你来一个 来 来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你啊 我歇会儿呢 在这儿歇什么你歇 赶紧做 活没干完呢 耍无赖来了 咱是不是事先定好的 你不在屋里取闹了 是吧 为杜笑语匹谣 为我家挽回影响 咱是不是这么定的 对啊 你还答应我 把杜奶奶房租给我 不租给你 你就接着闹 我累了 跟着媳妇 为什么累你 走 走 去哪儿啊 走 警察叔叔拿我也没办法 我什么也能干 这你还给添麻烦呢 说啥都没有啊 我走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 需要静静 快乐的日子 终将会来临 心儿向往这未来 现在 却尝试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你 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工作呀 人才浪费 你应该去做艺术家呀 艺术家 别闹了 我这水平在班里啊 就是个中等 你们班竞争这么激烈啊 对啊 可残酷了 所以我也搞不明白 现在的父母 为什么要把孩子 往演艺圈送 那可是个大火坑呢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教你什么 就我刚才这段 刚刚这段啊 静静 我看您俩都是同行 要不然你们俩聊会 我正好有事我就先走了 谢谢 叔叔 教学生吗 教啊 我很贵的 可以 上楼啊 走哪儿都带着你去啊 阿姨 妹夫 你觉得啥你 一会儿你这青春了 你不知道咋个事 你先给他掺个掺 那个从那儿都出来 从那儿都出来 都出来 杜叔叔 怎么了 我跟你说不着啊 赶紧忙你的去啊 主任主任 来来来 快快 你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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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正喽 没事 我跟我岳父闹着玩呢 京东大厦 谁是你岳父啊 谁跟你闹着玩呢 你赶紧给我广播一下 那个 那个什么 你帮我澄清一件事 澄清什么事 这小王八蛋 他帮我中国女婿 帮我中国女婿 帮我中国女婿 不对啊 昨天我还看到 跟那个笑语俩人在那儿聊天 挺开心的 你的意思怎么 这这他俩聊会儿天 他俩就是夫妻了 我昨天跟你媳妇聊了 一个多小时呢 都是老 你在胡说八道 行行我冲你 你看见吗 看见吗 你也急了啊 不是聊天就是夫妻 知道吗 他俩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他就是想 想租我妈现在住那房子 我不租他 他诚心恶心我 你俩就给我广播一下 诚情一下 我俩啥关系都没有 我什么人 你不是挺诚心的吗 诚什么心 他没诚心气过他 叔 就算您不同意 我跟笑语的事 您也不至于这样吧 什么玩意儿 我同意啥呀 你俩有啥关系 我爱他 你要不要脸呢 如果说爱一个人 就是不要脸的话 那我就不要脸了 你要干啥你 弄不着这样 我会融化您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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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您都会把我烧死了 您就别融化我了啊 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 我的真挚和热情 您就接纳我吧 请允许我叫您一声 爸爸 胜老 你听着你听着 人家叫的这声爸爸 多真挚啊 就是啊 你叫我什么 爸爸 谁叫你爸爸 你给我演话剧呢 是不是 你这个戏精气 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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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我 我还会回来的 你是拆不散我 我告诉你许晗啊 我爱他 你等着啊许晗 老杜啊 我跟你玩定了啊 你可把房子点着了 我也不租给你 我要玩不过你 我就不是杜上楼 老杜啊 现在是和谐社会 天天别总暴力 另外我跟你说 这个爱情啊 从古到今 它都是伟大的 神圣的 崇高的 到你字 怎么变成不了脸了呢 你是不是认为就是 聊会儿天就 真能成为夫妻啊 对对 可以啊 好 明天我找你媳妇 聊两个小时 都说 素质太差了 说啊 人家北京那边又催我了 说是笑语那个位置 最多只能留三天 三天哪 对啊 这也太急了 是啊 所以我着急啊 我给您打电话 您又不接 我这不赶紧跑过来了吗 亲生啊 叔真的感激 不用感谢 最好呢 能让笑语今天就出发 因为后边好多工作啊 需要提前做准备 行行行 我现在马上就找她啊 那个 叔啊 我不是催您 您也知道 我还是那句话 我永远都支持笑语的选择 我这不是看您着急 我也跟着担心吗 你是十大体的孩子 客气的话叔就不说了 我现在马上就去找笑语 行不行 好嘞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 走走走 你说 您留我 我走了啊 好 好 好 那你赶紧打120呀 又醒了 行 我知道了 我现在马上回家 好吧 挂了 笑语 什么 你爸病了 不可能吧 让我记得 不是 那个 你别着急啊 一会儿我去你家看一眼去 你踏踏实实开你车 一定要注意安全 据我估计 你爸应该没什么问题 刚才还生龙活虎呢 你等会儿 你别挂啊 你等会儿 许晗兄弟 一起回城里啊 不是 我问你们事 杜笑语他爸怎么样 杜笑语他爸身体怎么样 什么意思 你少跟我那儿装糊涂 你肯定是去杜笑语他家去了 我发现了 只要你露头准备好了 许晗 你说 你怎么又这样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你看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这帮你换了 这就是畏罪前逃 人那是不跟你一般见识 你不信我是吧 我到你家就全都明白了 你等着 到你后来 你说每团内 别说啊 你长得挺像的 像真死人一样 你滚一摆去 会说话就说 不会说话别乱说 又生气了 叔 叔 慢点 阿姨 慢点 叔 李嘉 干什么就让我王八蛋 找你还找不着呢 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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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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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是杜小雨让我来看望你的 也许每一座青山 也许每一座青山 也许每一张照片 都期待会有小夜 天满不残 我 像黄凉的夜晚 你随星辰将我旋软 聚散黑暗 我 一伤一伤不为风寒 不去流眼 一路追赶 只愿欲赶 你是我确实的那一半 你是我眼中的青山 你是我眼中的青山 红朵那天空更未来 灿烂的笑颜 美好的天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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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座绿水 与你围盘 你是我心中的青山 等住了时间的分泛 有你出心啊 坚定的简单 坚定的简单 愿坐绿水与你围盆